字幕 chore。李宗盛 詞曲,李宗盛 第二次訓論哦,怎麼會不做一大招 你準備冠雪咧、和美咧等一大招 你問完兩點之後 我的律師說 你問的 跟今天的主題都不完 今天主題是賭職罪 你說的問題 這裡都是商務行為 商務行為大家看一眼了解很正常的事情 你如果都沒有賭賭職罪的事情 今天重點是賭職罪 他都問到 他不是說這個律師看了末末 還會問這個問題 我跟他講 他跟他講 今天虛擬到此為止 這樣 到此為止 如果沒有這樣的時候 不再問完之後 我就不是說 我沒有可能賭職罪 沒有可能賭職罪 就沒有調查的必要 沒有調查的必要 就沒有限制處境的必要 這就是他們的問題 好 再來 再來 下一個 檢察官 這 用這個 檢察官的賭職罪調查 我一次給平民 這是違反法律規定 法律規定 你們可以回去查 這個賭職罪的被告 如果像一個人 這個被告一定要保護這個 那這種賭職罪叫純粹賭職罪 一種純粹賭職罪 一種純粹賭職罪 一種非純粹賭職罪 一種非純粹賭職罪 我們棋中考有沒有考過 喂 12年級全部都考過啊 所以很重要 很重要 第一 你 你 那 純粹賭職罪 非公務人員 維職 不成立法 非純粹罪判 非純粹罪判 所以不只判 不應該調查 非公務人員 就不應該限定 這個人 這個人 你怎麼跟他講 他跟他講 這很疼人的回答 你們大家 你們大家 跟我說的快 不過還是講一下好了 本案 警察官因報宅 只有犯罪嫌疑 進行調查 與法並不合 至台端是否具公務員身份 是否犯罪 具偵查結果 與偵查之端序無關 你們在明白嗎 他說我是公務人員 才能夠有組織罪 他把我當組織罪偵查 因為就是假設我是公務人員 他說這個 我告訴你 你如果我們調查之後 我們知道你是公務人員 說我們不需要省災 接著我打個比喻 他說欸 大家要坐飛車喔 你怎麼會去坐飛車 不會嘛 你想說我坐飛車 我怎麼有需要坐飛車 我有買對嗎 沒有買對我就不愛坐飛車 我需要坐飛車我也知道 飛車到底是要開的對 然後也要知道說 欸 我要去坐飛車 是幾檔還是幾檔的飛車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他說這些都不需要 因為你坐上火車以後 坐到目的地 就知道你坐對車或坐錯車 這樣合理還是不合理 不合理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他們公然用公文回答我 這麼說 那我 不知道將來他們怎麼 他們到底要怎麼 要JUSTFY 他這個公文 這個是比幼稚園還幼稚 好 再來 下一頁 現在是幾檔 我們要讓他們問一下 現在是12分 4分是12分而已 不可 那當時我再問一下 留20分鐘 20 那現在還有多少分鐘 大概20分鐘左右 20分鐘 好 那大概沒問題 難道偵查特診主說沒有時間 偵查我沒有時間開若改 但是特診主當時 我關蓋雲起 微風淋淋 他把我的案件當作什麼案件 大概事實上最大的案件 為什麼最大的案件呢 證人社會傳訊情 前經濟部長何美業 然後以證人身份傳訊 另外一個經濟部長 陳瑞隆 然後以證人身份傳訊 游溪坑前院長 然後又以證人身份傳訊 謝長廷前院長 那個院長 那個經濟部長 從來台灣史上沒有這麼嚴重的 他這個比這個更嚴重 因為掉膽子疑病去傳訊 總統 總統傳訊 傳訊總統兩次 傳訊總統兩次 你看因為時間最愛的事情 他沒有時間來真訊我 他沒有時間來訊問我 因為時間做這裡有的沒有 大家報出來的定音 因為這樣 把它變成很重的案件 所以大家報出來的定音 這個東西就表示特訊值 根本不懂得什麼東西 是 那個偵查不公開 什麼等等 因為這些都是偵查公開 還有他也有時間去接 菇忠亮跟阿扁沒有關係的案件 他未來要讓菇忠亮回來 證明阿扁有貪署 所以就從他把他日本調回來 那調回來以後呢 菇忠亮講了很多事情 到最後菇忠亮怎麼說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阿扁被他們控訴 大概四大罪行 到今天為止 只有龍潭案 龍潭土地購土地案 那個東西被他們正式判決有罪 判決就是根據菇忠亮講的話 那菇忠亮呢 菇忠亮 他 菇忠亮 菇忠亮 他再過來 他說 我做為政 我講的話不老實 所以阿扁這邊就叫他們說 欸 這樣就要開庭 在美國在其他國家都是應該開庭的 證人公開說他做為政 這一定要公開開庭 但是 國民黨控制下的法 到現在還不開庭 那就是開庭阿扁就沒罪 阿扁就出來之後 他們就可能覺得說 哇 他們就比較不可能 所以這個就是執法 則違法的另外一個 一個 所以特地這樣每天上報 哇 好像台灣 好像台灣 整個台灣 那句大家 你看他們 調查我 的事情 跟調查 但隨便的事情 好像在看連續劇一樣 一天到晚 就是大家就等到晚上八點出來看那個新聞 那個我在美國 真的是這樣 我在美國 我在美國 我太太到一個活動中心去 就聽一些台灣去的這個 在國民黨的人 哎呀 好好看喔 好像林須記一樣喔 特徵子就扮演這個角色 掙扎不公 他就是林須記 這個 你們覺得怎麼樣 再來 沒有國籍 我剛才講過 他跟他問 跟他既民 第一行就是問 還有沒有美國國籍 我說我回到台灣 少年 美國再一個棒 啊 他很高興 他就跟我說 就跟我說 就跟我說 我可以跟你 限制處境 行事處境 有93條 第228條 這個 裡面 都說 他可能是根據這兩條 所有的行事處境 跟這兩條說 他們可以 檢察官有權利 限制處境 你回去翻翻你的書 那 檢察官能夠限制處境 但是這兩條 講的 Big Brown 跟我的Big Brown 完全不一樣 也就是說 他不能用這兩條 即使 即使他們有道理 也不能用這兩條 那這兩條裡面 也規定 信任 是 限制處境 以前 必須做的事情 他們根本沒有 沒有跟我 信任 做 限制處境 所以他們 那個 法官判斷 用這兩條 是 是 Double Double 違法 再來 我叫他們開庭 他們都不理我 我就說他們在睡覺 對啊 我先這個快點 好了 快點 沒關係 喔 對 對不起 那我在這張當中 他們不理我 我還是一直寄東西去 所有可能寄給 檢察官的東西 我都寄了 答辯狀 補充答辯狀 然後這個 申請狀 什麼狀 什麼狀 一大堆一直送過去 他們 都沒有看得過 大概是 因為 在 做了很多文字上 跟他們解釋以後 我要求 他們 解除 限制處境 然後他們的回答 都是二十一個字 精神著厚 本件尚有限制處境是必要 所謹愛能照準 就是說 不關什麼 什麼問題 他們都一樣的意見 那是違反 刑事處境的第二條 第二條就是 必須考慮 對我有利不利的 證據 那我對有利證據 一直送去 他都沒有辦法 那就是違反 刑事處境的第二條 OK 再來 再來 這已經講過幾個 這個 檢察官司不公開 結果他就把我的公開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我們必須遵守 遵守不公開的規定 刑事處境的二百四十條 不一樣 你來登一台 刑事處境的二百四十五條 是為了 什麼而定 未來保護 像我這個被告 或者偵查的程序 那個 不適用於我 他不能說 因為刑事適用法裡面 規定偵查不公開 所以叫我不能講話 因為那個 不涉及我 但是他就跟我這麼講 他就是 慶菜 軟軟公共 然後 人家爸 三月 三月三十號 人家爸 第一版 這是第一版 不適用不適用 就這樣 人家看起來変到 それ 那其他都亂七八糟 你看他 一批 兩批 褲吟亂鱼 他說 我 我接任的時候 公司就有三千萬 他說我還有三億 他說我發套空公司五億多 公司哪有五億多給我套空 我都找不到那個錢 我就想問他們錢放在什麼地方 然後他們也登了一個對我的那個訪問 其實這個人打電話給我 我知道人家不需要問我 我沒有要來接受 訪問 但是人家不超過 我說這是訪問 他也可以什麼訪問 然後他穿很大的拼服 對我的訪問 結果因為我拒絕被訪問 所以人家就放了一些 誰你知道嗎 你可能看不見情緒 就是麻糬繞境的那個pigeon 因為我不拒絕被訪問 那搞也沒有辦法臨時行 所以就放了麻糬過境的pigeon 那我是覺得非常高興 加上一台的麻糬給他報 那沒辦法臨時行 對嗎 來 下一個 那五千人有 對於西洛河被限制出境的消息 哦 那個人家不太厲害 他們創作是世界所有的記者裡面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第一名跟第二名 就剛剛那兩個人 創作很厲害 然後其他報紙就跟著 所以 後來十五位 對我的人格不斷的砍沙發 那我 在他們的人 什麼 人為 什麼 我 我 到 ne 我的人格完全被殺 殺 在座有 假消息來報道 最高簡言讓我剛講的 他說我 可以合命的事情我已經說過了所以就不會說 再來 然後這個調查案怎麼發生呢 我在總統府 聽到一位經濟部的高層 跟總統府的官員說 因為我這個案件是在官員派人來 最高檢察署 商量要如何 打擊我 商量的結果 他們的相當結果 然後現在給你們看原理法院 經濟委員會在3月12日 會議記錄上 有一個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未調查清楚 應將本案 這句話 送檢調單位 只有必要 應限制其出境 購益 因為 立法院跟行政院是不是平行呢 我們國家是三權分立 沒有錯 無權分立 對 德下令 那兩個錢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作用了 那個 我們這個 立法院跟行政院 購盤 對 他說應 就是零零啊 對不對 我的中文大概不錯吧 應 他是一理機會 行政院的按照者 立法院只能 要求行政院提供資料 不能 跟行政院說 你按照那個資料 那他們就是這樣 那這個東西的 嚴重性 你們大概 還不 不很清楚 因為你們才看到 你們記得 記不記得 馬英九的特資會 一些立法 一些國民黨的 主發會 的人 帶一些歷位 去教他們做會 去教這個 陳聰明 檢察總長這位 陳聰明你現在不能再起手 現在我們知道 你就是要對這個 國政府政府 那一段話 後來陳聰明就屈服了 那時候大家說 我覺得 國民黨的理會 交國得利 膽大包天 這樣 但是那個時候 他們只用口頭 來干涉行政院 口頭干涉行政院 這一次他們公然 以文字 不但以文字 而且 以立法院的臨時 動議 來迫害 國家的體制 這事實上台灣 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事情 立法院 租公 破壞 國家體制 他們對國家體制非常清楚 但是他們是不管 未達到目的 不擇手段 就像這次柯文哲 的事情一樣 你看他那個 那個廢洪泰 他在對著全國的 民眾 他罵 他們說什麼 罵那個 審計 審計處理官員 公民 等死 作詞等死 那個說 他們 一個人可以控制 整個budget 所以一定要照他的意思 加強 來調查 所以說 這個 這個東西 表示 立法院 自己本身 在指揮行政院 然後第二份 經濟部 給他分薪 這3月 12號 立法院通過 那個臨時 臨時 提案 但是經濟部 在裡面 會分怕說 這個 特徵值 3月 11號 這個要不出來以前 特徵值就到 到這個經濟部去找 3月12號立法院 所講 所需要的資料 高雄本來 市場都 都好學 都好學 那我想 大概今天 講這種的話 給大家一個 時間來問我問題 這個東西也是 希望你們有機會 可以看 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 兩個法院 法院兩次判決 東西 然後我要抗告 台北 四個法院 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兩個地方法院 都不接受我的案件 那我要向誰抗告 我要到美國去抗告 媽 這個是很 很妙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開放給大家 問了一個 時間的關係 因為 這個 時間的關係 所以呢 各位同學 有什麼問題 你好 你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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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